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在韩国的山村转一转 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以前韩国的山村或者是农村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在韩剧里面看到的 但是今天我们实地转一转 其实韩国的山村跟我国南方的一些山村非常非常的像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独立的房子 因为山村里面道路不平 所以有些房子需要建在一些地势比较好的地带 所以整个村子里就显得比较的分散 我们看到这里虽然是韩国的农村 但是有些房子修建的还是比较豪华的 在前面还有一个供休息的凉亭 现在韩国的乡村跟我国的农村一样基本上也都铺上了百游马路 我们发现其实韩国的很多农村的房子修建的都是特别特别的低 因为这也是为了供暖的一个需求 这一点和我国的农村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我国的很多农村都希望把自己的房子修建的又高又大 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家家户户的院里或者是门口都会摆放一些酱罐子 其实这些罐子是用来腌制泡菜的 我们都知道韩国人是特别的喜欢吃泡菜 而且韩国泡菜在世界也是非常的有名 虽然说这里是韩国农村 但是这里的每家每户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 因为他们当地的福利待遇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这里是农村 但是村子里的人生病上学都不用花钱 甚至去看病来回的路费也能够给报销 就连种地还会给很多的补助 所以这里虽然是农村 但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生活的一时无忧 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在韩国城里人都非常的羡慕这里农村人的生活 大家觉得韩国农村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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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